我叫Simon Lee,今年52歲 我不是那麼喜歡以前,在街頭那十年 有些人叫我做西利哥 畢業之後,我第一份工作 都可以令我變成一個中產 但那份工作的壓力很大 我最後持職,在澳門我總共過了十三年的時間 在2004年開始,澳門賭拳開放 賭場和賭場之間一個競爭經驗 這樣就提供了很多免費的食物 有一些食物,我就開心了 在2010年,在澳門回來香港 我就直接真的睡街了 直接就變成一個流浪漢 早上六點鐘起床 起床之後去梳洗 因為我在路縮街頭的生活 我需要有些行李要攜帶 為了減輕我的負擔 而且要儲存 我的食物來源就是看我快餐店 看看快餐店有什麼東西吃 吃二手飯 然後就在街上拿幾份文體寶寺 圖書館一時開門就進去圖書館上網 我就開始寫博 快餐時間,我通常會去石黑五月 吃一些免費飯 吃完飯,我就回到圖書館 一直到晚上九點鐘 拿回我寄存了的行李 回到榮東里亞公園 就睡覺了 我的行李主要是現在有三類的物件 第一類就是我的三副癌物 冷天我不洗衣服 我只會洗衣服 我很容易在太陽下面曬乾的衣服 第二樣是食物 要是撿回來的 要是別人給我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一些電器 例如是 因為我有部電腦 隨身的物件 能夠令到你在街頭的生活 你一直都是保持輕鬆 我沒有收入 我收到一些錢,我不會用的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期日 我就會捐出去 通常都是一毛錢,兩毛錢 因為我本身也不多錢 我現在正在寫一篇 我透過文字去改變他的身材 我現在的盤就是我的事業 但我沒有收入五屆 現在我主要有兩個篇 一個叫做露宿人生 露宿人生 純粹就是反映我現在 作為一個流浪漢的生活 我在街上收到什麼東西 人家送了什麼東西給我 我也會透過這個blog跟大家分享 另一個叫做露宿家親 主要就是講一些社會的時事 藉著一些社會的時事 去反映人性和道德 很多人都覺得我現在這種生活 很頹廢 懶又不做事 靠別人給自己一些物資 我反而會覺得 某程度上來說 對社會是一個很重的艱鉤 很著重於環保 在街頭裡面 是檢拾一些別人扔下不用的 不要的 我們這種無欲無求的心態 其實是會令社會穩定一些的 你覺得跌到一個流浪漢的地步 我是不斷地下降 但在我的角度 我是覺得我的心靈 是越來越腐足 透過所謂苦行 令自己的慾望越來越低 內心的世界越來越平靜